今天啊,我们去把那个地龙给收回来了 现在水位已经下降,已经抓不到什么鱼了 诶 还感觉里面还有货走哦 我看一下 看还能抓到什么大鱼 要是只抓到那种小罗飞的话,我就没必要放了 这里 冬户户,那边还有大鱼还没过来呢 垃圾,我去 都是垃圾 我看那头有没有货呢 昨天晚上我发那个视频 那几个邻居过来这里起那个地龙 很多朋友说,都抓到那个小偷了 还不干他呢 他们就那几个是我邻居的伙伴来的 他们就想过来看一下有没有鱼 要是有鱼的话,抓回去 吃宵夜这样子而已 一些朋友说什么寄导寄业呢,那些乱七八糟的,我就不说了 然后有一些说,抓到了也不干他 是不是他来一动你的东西,你就要干他 然后还有一些说,我一打不过戏 打是打不过,但是干的话,我就敢干,就这样子 这种就没必要解释了 记得读六年级那个时候 我一个对方十个,我都敢干了 一个一个摔揪过去 我怕那个乱 哦,厉害的 你看 都是螺飞 哦,得一只虾 你看 抓到一只螺细虾 所以说别人过来一碰你的这个地龙就说他是小偷就要去干他这样子 那就 太说不过去了吧 他又不投地龙了 要是想,真想干的话 一干了,都想看我笑话 是不是想看我进去 被抓进去的看我笑话 估计很多人都想看我被抓进去吧 想干他还不容易 这又并不是那个表演 那个 要是表演 要是表演的话 我都跟他打,杀起来了 但是这个 是实际上的 有谁会去 去真的干起来 然后又是几个邻居的伙伴 去和他们 打起来的话 我以后都不知道怎么待在村里面 那别人过来移动你的地龙又不要 然后就 去跟别人打架了 这样子 我干不了 嗯,都是小罗飞 没必要再放下去了 有埃及进来的 有埃及进来过 但是 估计他也是游出去了 现在我要把上面的这个 摄像头 装备拿下来 看这几天都拍到了啥 嗯 就这只最值钱了 嗯 就抓到一只这样了 其他的没抓到 这些罗飞鱼不值钱的 因为每一次我过来到的时候 都会有人过来拿回去粉碎了 拿回去那个鱼塘未杀的 罗飞鱼是外来物种来的 怎么杀都杀不绝的 你反而把它放进去的反而害人了 知道吧 好,回去了 给大家看一下我家的货 这个螃蟹 螃蟹不能放太多水 它会死 这个是 这个虾 够大吧 这种不是小龙虾哦 有知道 叫什么名记的吗 这种虾 那个鱼塘老板说 跑了很多 但是我刚抓到一只 现在给大家看一下我的这个 大甲鱼 我放了好多罗飞进去 嗯 昨天放15条罗飞进去 只剩下两条和两个头了 吃的真够猛 所以还要抓回来喂他才行 刚才的那些 呀,我忘记抓回来喂他了 啊,我这个定位器啊 放在笼子里面 泡湿了 里面都是水 然后这个定位器 现在都拿回到家里面了 他的定位还在放地龙那边 根本调不回来的 估计这个已经坏了 嗯 他吃东西一餐吃的估计很多 要不然我放十多条的小罗飞进去 只剩下两条了 太猛了 好了,这个地龙啊,我全部收回家了 接下来那个小偷也偷不成了 接下来呢,我会曝光我安装的一些设备了 因为我不安装了,我曝光出来的话 你看了也无用 对吧 以前我增加买了那个定位器 定位器我都是买那种比较贵的 电量比较高的那一种 就是九十块钱一个 我买了三个 然后今天泡水了一个 估计这个早就泡水好多天了 然后我没有发现而已 现在我拿那个定位回家了 他那个定位还在我之前放地龙那个危机 所以说这个地龙要是我不装摄像头的情况下呢 他被拿走就白拿走了 他泡水了,他就吸灵了 就这样,又损失了九十块钱 要是那个报警器泡水了 那个大无所谓,那个报警器很便宜的 一个报警器,他才三十二块钱 我这个定位,我买那种贵的 他续航比较久的那种,九十块钱 八十七,接近九十了吧 还有就是 昨天晚上那几个伙伴 他们只是过去想看那个鱼 有没有拿回来吃宵夜这样子而已 他并不像那个小偷 那个小偷的话 不会去慢慢的 怕那个脚 他的脚打湿 慢慢的提你那个龙子 并不是这样的 那个小偷一过去就 一抓那个龙头就开始收网了 他并不会那样子的 所以说 那个是不一样的 我明知道我看那个视频 看到他们 装进去 然后 也看清楚 他们是谁了 但是 没有偷我龙子 这样子 你过去就没必要去干别人了 对吧 要是一贯一干 一干嫁起来的话 生气就不一样了 到时候我看 有五个家庭 到那个时候 要么就 出来就不打招呼了 要么就结仇了 就这样子 所以说 没有偷你的地龙的情况下 你就不要干了 对吧 当然了很多一些朋友 不知道我 这样说好不好 你说 我就当他们当朋友吧 他说风凉话的 想看我笑话的 就是想看我进医院 要么就 看我被抓进去 这样子 到时候我真的进医院 又被逮进去 他还说我祭祷祭演 所以说 要是我想祭祷祭演的话 我估计我演的 并不比别人差 我会找那个秦远过来 跟我一起演 所以说 我就记录拍个视频而已 那个 现在的那个流量 拍摄视频又不得钱 拍一个视频就两三块 我懒得去搞这些乱七八糟的 所以说我就记录一下自己的 这个生活视频而已 没有你们想的那么 乱七八糟的那种 好了 今天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了 接下来 那个河水断流的话 我会去抽水 然后 到那个时候更新视频了 到时候再和大家一起见面 好 大家拜拜 拜拜 感谢观看